哈喽大家好 原来四季豆可以这样配搭 吃起来特别好吃 煮法也很简单 几分钟这个菜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食谱是怎样做的 将四季豆清洗干净 然后将它放在砧板上 切去它的头 将四季豆切断 将切好的四季豆放在碟子里备用 准备两个辣椒 将辣椒的纸去掉 再将辣椒切成粒 将切好的辣椒放在碟子里备用 准备几个蒜头 将蒜头压扁 再将蒜头切碎 将切好的蒜蓉 放在碟子里备用 准备一些干虾米 小鱼干 准备后就可以开炉了 开大火 锅热倒入油 将油平铺在锅里 油热后倒入蒜蓉和辣椒 将蒜蓉和辣椒翻炒均匀 炒出蒜蓉的香味 然后放入小鱼干干虾米 再将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 然后倒入一些胡椒粉去腥 再将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 大约炒它一分钟 虾米和鱼干已经熟了 鱼干不要炒得太长 炒得时间长 鱼干的头就会掉出来 一分钟后将四季豆放进来 再将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 炒的时候不要炒得太快 因为小鱼干熟了头容易断 将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后 倒入半碗的鱼 再将所有的材料翻炒 因为虾干和小鱼干都是咸的 所以我就没有再放盐和糖 如果你觉得不够咸 那里就放一点糖和盐 这样翻炒两分钟 四季豆的颜色已经变绿色 这样的四季豆就熟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这个菜吃起来非常的香 我做的菜一般都比较淡 盐我一般都尽量小放 年纪大的朋友要少吃糖盐 这一个菜谱吃起来有一种野的味道 你看这条鱼还是整一条的 看上去是不是很漂亮 整一条鱼 你也来尝试一下 这个菜非常的好吃 好了 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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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